歡迎收看全球現場十度週報 我是李小儒 這星期我們先來看的話題是 二五戰爭導致各國疫後復蘇走緩 國際貨幣基金就警告了 高通膨壓力將會持續衝擊全球 其中通膨到達十五年 新高的拉丁美洲更是深陷苦海 阿根廷全年通膨上看百分之六十 政府除了大舉升息 還加碼社會救濟補貼 宣示要將善用農業大國的優勢 轉戰爭財來補貼人民 不過器材油價格也高漲 連農產品出口仰賴的大卡車 運輸業現在都要罷工抗議 阿根廷飽受高物價所苦 今年三月通膨百分之六點七 創下二十年新高 今年以來通膨已經達到百分之十六 全年通膨上看百分之六十 憤怒的民眾在全國各地走上街頭 抗議買不起的汽油 糧食 以及再努力工作都跟不上的 物價飛漲速度 從2018年爆發貨幣狂扁危機後 阿根廷已經歷經三年通膨年增率維持在三十六趴到五十趴 其高無比的苦日子 全國四千五百萬人口中百分之三十七陷入貧窮 雖然去年經濟復甦成長率達到十趴 失業率降到七趴 依舊不敵五成通膨 吞噬一切 糧食價格三四天就調漲一次 失業補貼一萬六千匹索 還不到最低基本工資的一半 全部用在食物都不夠 首都平民區的慈善廚房 為九百多個兒童提供糧食與熱湯 還有兩百多人等在後部名單上 惡無開戰讓情況雪上加霜 能源與肥料價格飆漲 導致商品變貴 農產量減少 窮國消費力更弱 阿根廷與國際貨幣基金達成協議 擴大信貸 並且延後四百五十億 美元外債的償還期限 條件是準節改革 減少赤字 再度引爆民意願抗爭 中左派總統費南德茲 這禮拜宣布對貧窮失業人口 發放一筆一萬八千匹索 和臺幣五千出頭的福利金 以因應通膨 但是杯水車薪 當局還打算善用農業大股優勢 對因為戰爭推高糧食與商品價格 獲率大增的頂級企業增稅 貼不過庫 政府鎖定青年收入可望顯著增加的公司 主要是小麥 大豆 玉米等 股類的生產商跟出口商 不過諷刺的是器材油價格飆漲 農民的輕飲機收割機 沒有足夠燃料可用 農產品出口仰賴的大貨車運輸業 也持不消 連續罷工 要求運費調整 成千上萬的卡車停在路邊 每天造成一億美元損失 兩百噸貨品無法進入港空碼頭 數十艘船空等 整個農業出口體系陷入瘫痪 如何能發戰爭財 另一個南美國家秘魯 過去一年通膨百分之六點八 三月份通膨百分之一點四八 也寫下二十六年來最高 首都利馬的平民區 有人翻垃圾堆找食物 慈善廚房提供的廉價熱湯 也被物價逼得只能找雞皮雞骨熬煮 勉強充當動物性蛋白質 過去一年 委內瑞拉通膨284.4% 阿根廷55% 巴西 巴拉圭 智利跟烏拉圭 都在10%上下 已經處在15年最高點 國際貨幣基金推算 國際油價每上漲一成 這些國家的通膨就會推升百分之零點二 糧食價格每上漲一成 通膨就會推升百分之零點九 低收入家庭基本開銷占比高 受害最深 拉美各國央行去年起 競相升息 抑制物價 阿根廷央行上禮拜宣布 今年第四度升息 一口氣調升十碼 基準利率達到百分之四十七 公日新聞是維中平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 正遭遇新冠病毒爆發以來 最嚴峻的挑戰 在實現社會全面清零的最高目標指導之下 有四十五座城市 三億七千三百萬人 是活在封城檢疫的狀態之下 這四十五座城市的國內生產總值 為四兆六千億人民幣 佔了全國經濟的百分之四十點三 而全球三分之一 製造業的產能都在中國 再加上二物戰爭的衝擊 世界銀行這個新期便將二零二二全球經濟成長率的預估 從百分之四點一大砍到百分之三點二 中國國家統計局十八號公布 今年第一季國民生產毛 GDP年增百分之四點八 將國內外財經機構所預期的百分之四點四要來的高 對三月以來 中國經濟活動放緩 消費 房地產以及出口疲軟 再加上二物戰爭局勢的複雜演變 和新冠疫情持續影響 種種超出預期的突發因素 讓統計局發言人對未來樂觀不起來 總的來看 一季度我國經濟延續恢復發展態勢 總體運行在合理區間 同時也要看到 國內外環境 負達性不確定性加大 經濟發展面臨較多困難挑戰 中國金融業和製造業中心 總人口2700萬人的上海 3月28號出現 3450宗本土新冠確診 遇無症狀感染病例 為了遏止疫情蔓延 當局下令封控 並分區分批實施合川筛查 病例總數至今已經超過35萬 中央訂出了社會全面清零的最高目標之下 總部設在香港的野村國際證券的統計顯示 中國封城檢疫的範圍 從一個星期前的23座城市 1億9300萬人 擴大到45座城市 3億7300萬人 也就是總人口的26.4% 而這45座城市的國內生產總值 為4兆6000億人民幣 佔了全國經濟的40.3% 全球三分之一製造業的產能都在中國 去年耶旦節全球供應鏈大亂的惡夢 再次浮現 監控全球貨運業務的平臺 Project 44 只為在深圳輸往歐洲北美市場的 主要外銷港口鹽天烤 在港口外等待的貨船數量增加了28.5% 美國 歐洲 日本等外國商會代表 18號和商務部長王文濤會面 表達了外企對封控清零措施的憂心 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次從秀一 日前也代表1萬1千家上海日商 向上海當局反映封城防疫 對他們的營運所造成的衝擊 像是生產供貨無法獲得保障 導致銷路和市場 開始被其他地區的銅鑑搶占 一致不得不考慮將生產線 向其他地區甚至他國轉移 疫情爆發之初 歐美國家也多以封城 作為防疫的手段 但在廣泛推動施打疫苗 基礎劑和加強針提升免疫力之後 如今多以取消防疫限制 宣布和病毒共存 而中國宣稱 境內疫苗接種率高達九成 卻還需要對症狀叫流行性感冒 嚴重不了多少的疾病 如此嚴加防控 顯示其國產的滅毒疫苗效果 低於歐美的mRNA 全面清零在上海所引發食物 藥品短缺 隔離環境簡陋 執法力度過強硬等問題 讓上海中上階層 美好生活的願景破滅 商要移民的人數大增 四月開始 微信和移民有關的搜尋 關鍵字暴增了七倍 移民顧問業者 更是忙到即時回復客戶 電話的時間都沒有 上海有業者 單是一個星期六 就接到兩百多通查詢電話 而美國加拿大這兩個以往熱門的移民首選 在反華氣氛高漲的情況下 近來已經被新加坡愛爾蘭所取代 移民業者透露北京一位原本計畫移民 救金線的工程師 上星期就決定支付四萬人民幣 改申請新加坡的拘留許可證 公視新聞網紅編譯 北海領導人金正恩 最近他送了一棟豪宅 給國寶級主播李春基 而且還親自帶看 不過同樣由金正恩剪彩完工的八十 城大樓 卻被揭發了 是富豪和平民都不想要入住的住宅 因為根據北韓電力不足的現象 這些大樓的電梯 可能會經常性停擺 緊緊拉著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手 北韓當家主播李春基 在金正恩的帶領下 在新落成的住宅內 開心地動張希望 因為這是金正恩送給他的樓中樓心房 這間新房位於北韓首都平壤 一棟才剛啟用的河濱排屋住宅區 根據北韓中央通信社報導 這些住宅是用來贈送給對國家有卓越貢獻的人 金正恩認為七十九歲的李春基 在北韓勞動黨內擔任五十多年的博保任務 是黨內的忠誠黨員 因此贈送新屋給他 期盼他能夠繼續擔任政黨的發言人 而李春基則是對此表示他跟所有家人也因此激動地整夜沒睡 掉眼淚感謝國家對他的恩惠 南韓分析家文成默認為金正恩借著送豪宅給對國家忠誠的人士 除了期盼能夠增加北韓人才對他的支持 也希望能夠進一步鞏固這些精英的忠誠跟團結 事實上北韓近年來致力於發展建設高樓大廈 金正恩在十一號才剛出席一個剪裁儀式 宣告一棟八十層樓高的摩天大樓終於完工 看起來豪華美觀的摩天大樓確實不好 甚至是一般平民 避之不及的建築住房 今年31歲的脫北者鄭時宇是2017年逃到南韓的 他曾經在北韓駐過一棟13層樓大廈的三樓 但整棟建築卻沒有電梯 上下樓只能走樓梯 而另一個朋友卻更慘 對照李春基貨贈豪宅的住宅區都是低層建築 而且水電 家具都很完善 電梯也能使用的情況下 再回頭看這棟八十層樓高的建築 窗戶只有框架 廚房只有裝好水龍頭 還沒水可用 讓鄭時宇批評 北韓金正恩只是在作秀 展現提高了建築機能 而沒有考量到住戶的生活便利 南韓網路媒體《每日朝鮮》也表示 北韓必須進一步改善電力跟供水問題 並且讓民眾克服對建築質量基礎 設施品質不佳的擔憂 外面報導 北韓的住房是靠分配得來的 在社會主義國家下 買賣房屋照理來說是非法的 但專家指出這種做法已經很普遍 主要是在金正恩的領導下 私人市場擴張所受益的人感涉所造成的 儘管北韓的電力供應有了明顯的改善 全球零工經濟興盛 疫情期間商機崛起 讓活了大量失業人口 但是平台企業 把這些外送員 司機都視為是自由接案者 迴避應給員工的福利和保障 也引起了很多法律爭議 法國法院日前 就對外送平台互互送 祭出了37.5萬歐元的罰款 而在零工人口高達八成的印度 這剝削的情況更是嚴重 也讓弱勢陷入窮忙 惡性循環 爭取勞權對他們來說更是漫漫長路 印度計程車司機庫瑪每天一早 穿上藍色制服 出車前要把車子整理乾淨 務必確保客戶滿意 獲得好評 才有機會接到更多轎車 庫瑪是大學資訊系畢業生 五年前辭去學校老師工作 投入Uber當司機 因為平台宣稱有高收入保證 新德里的計程車競爭激烈 四十萬個司機爭搶大餅 車費是全球最便宜 起跳價值和台幣只有三十塊左右 庫瑪要自己負擔油錢 修車保養 買車的貸款 以及一家大小的開銷 收入再被公司抽走三成 每個月很難打平 每一單外送必須在四十分鐘之內送達 外送員要在期限內取貨 克服天候酷熱 空氣污染 塞車 並在複雜蜿蜒的巷刀中找到正確地址 每一個步驟都被計時 客戶與店家可以對外送員任意評價 一個禮拜工作六天下來 賺到大約折合台幣三千七百塊的收入 百花齊放的APP零工產業獲得大成功 背後靠的就是這套對平臺企業有利的商業模式 在印度大約有八百個外送 轎車 個人服務平臺 讓去年因為疫情造成百分之八 三十年最高失業率之下 廣大的代業族群有了新的生機 其實零工經濟在印度並不是什麼新鮮事 長期以來非正規部門僱用了八十趴的勞動力 如今APP平臺讓這些基層服務者變得更弱勢 因為沒有專門法律保障 他們既不是自僱者 也不是受僱者 還多了平臺對收入撈一手 予取予求 如果站起來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 經常是小蝦米打不過大金魚 米提蝦在一個個人照護平臺工作好幾年 直到幾個月前平臺突然單方面調高抽拥比例 他跟幾十名同事前往公司總部前抗爭 結果丟了飯碗 根據美國波士頓一家顧問中心的報告 印度零工經濟在未來八年有新增九千萬個工作機會的潛力 約能貢獻百分之一點二五的GDP成長 最近印度最高法院已經要求政府對零工族群給予社會福利保障 但真正勞權的落實恐怕還有長路要走 二軍這個星期對烏冬的頓巴斯地區發動攻擊 頓巴斯境內的馬力坡遭到二軍長期的圍困 斷水斷電 情況極為嚴峻 其他烏冬地區的居民為了躲避戰火 過去幾個星期也持續在撤離 而這當中最令人不捨得莫過於原本就該安享天年的長者 以及住在林中安寧病房的病患 他們為了爭取生命的延續 也被迫要加入撤離的行列 透過志工的協助 住在烏克蘭頓內茨克安寧病房的布拉特 這個星期緊急從醫院撤離 到上遊覽車前 還不忘感謝志工們的幫忙 二軍這個星期正式對烏冬頓巴斯地區展開攻擊 頓內茨克境內查蘇夫婦亞當地的安寧醫院 也必須緊急將病患撤走 以免死於二軍炮火 許多人原本只是躺在病床上 等待生命的盡頭 沒想到在最後這段日子 還必須顛沛流離 即使只從醫院撤離到遊覽車上 布拉特也已經耗盡體力 看了讓人逼算 除了烏冬地區的撤離面臨困難 烏克蘭第四大城位於中南部的地內佛羅 當地的安置機構仁慈之家 射往了烏克蘭戰爭開打兩個月來 從各地流落到此的居民 就連在廣場上閒聊 也不時會傳來空襲警報 仁慈之家 吹乏專業的醫療系統 只能提供基本的住宿伙食 罹患重病的長者 就必須要撤離到臨近的大醫院接受治療 至於位於頓巴斯盆地內的南部重要港市馬力波 遭俄軍圍困猛攻將近八個星期後 當地超過八成住宅與基礎設施都已被摧毀 俄軍持續對當地的亞蘇鋼鐵廠進行空襲 這座鋼鐵廠也是烏克蘭在當地的戰鬥部隊 最後據點 鋼鐵廠地下有複雜的通道可提供居民避難 但被圍困超過一個月 加上俄軍連續發布最後通牒 許多居民決定透過人道走廊趕快離開 馬力波大部分地區早已斷水斷電 留下來的民眾連手機都要到室外 靠著發電機來充電 而且充電一次要收費約40元台幣 但為了跟戰火中的親友聯繫也必須忍耐 在煤水煤煤煤的情況下 民眾也已經很久都沒辦法洗衣服 歷經長達兩個月的戰火 烏克蘭境內超過650萬人無家可歸 逃往國外的人數 這個星期也正式突破五百萬 連國人道機構表示 目前烏俄雙方都沒有將停火放在第一順位 而雙方政府還停留在談判桌上的討價還價 民眾也必須繼續忍耐心驚膽戰的日子 共同新聞請編譯 同樣受到俄軍猛攻的烏克蘭第三大臣奧德薩 除了有烏克蘭軍隊守在城外抵擋 城內的奧德薩人也用塗鴉 來傳達對國家的支持 當地的民眾表示 雖然他們希望戰爭不要到來 但是他們也已經做好了準備 還說笑著迎戰 更能夠讓敵人害怕 牆上的塗鴉一隻藍色貓咪 手裡撕碎俄羅斯陣機 腳上踩踏俄國軍艦 牆上的文字寫著 晚安 我們是烏克蘭人 這是黑海西北岸的重要港市 敖德薩 城裡出現的街頭藝術 奧德薩掌握黑海控制權是俄羅斯的戰略重點 俄羅斯戰爭以來 烏軍在城東一百三十公里的尼古拉耶夫 抵抗俄軍 這戰期間 奧德薩遭到攻擊不到十次 和首都基辅與馬力波的慘況 形成鮮明對比 以此城內 除了晚上九點後實施宵禁 以及港口附近多了一些路障和沙包外 基本上仍然過著日常生活 這座擁有百萬人口的港市 以具有諷刺異味的街頭塗鴉 來展現自由意志 當地民眾表示 雖然他們希望戰爭不要到來 但已經做好備戰 公司新聞這位人編譯 感謝您這個星期的收看 也請您繼續鎖定 明天晚上七點半 全球現場漫遊天下 我是李小如 我們明天再會 展覦 市場 發展 市場 市場 發展 市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